好 今年的春节连续假期呢是长达的9天 为花莲中区旅游亮点的花莲的领馆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目前营造完成的森林花海景观早已吸引不少的游客到场先赌为快 那么在赏美景之余呢 花莲领馆处也以防疫为优先 做足了量测体温实名制等措施 保护民众春节游玩的健康安全 花莲中古中段将近2000公顷面积的平地森林园区内 这占地20公顷的油彩花海美丽又壮观 还没到过年却早已信不少游客民众到场先赌为快拍照打卡 在我们的大农大富其实大家可以上官网FB去看 其实我们有很多相关的小活动 尤其我们的花海已经大概20公顷的花海 大概已经快都涨起来了 花莲领馆处光复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九成以上的平地森林皆已成林 借着园区步道传说在森林树海间 自以畅快 今年春节园区包括一窝树屋 以及游客中心都规划相关的体验活动 另外还有户外的田园 花圃造景以及近20公顷面积的油彩花海来迎春 在欣赏美景之余 花莲领馆处也以防疫优先 保护民众春节游玩的健康安全 现在是疫情的期间 而且目前全国还是有这些相关的案例发生 但是我们这边也会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 就是要呼吁大家就打完三剂 来我们会做量体温 或者是会做看看这些相关的管制规定的方式来去操作 让大家来这里玩得开心然后也安全 处理游客中心以窝及书屋属室内活动空间 做主食民制与量测体温等措施 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绝大多数都是在户外休闲游戏 因此包括戴口罩保持一定社交距离等自我防疫也不可少 农历春游才能够安心放心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